农历八月初三 恭贺九天私命造军圣诞 造军俗称造神 造王造公 道教中 称九天私命定府东厨烟主宝灶护宅真君 简称私命真君 又有尊为九龄元王宝灶护宅天尊者 是中国神话中 主掌厨房和饮食的神 另有专司监察民众善恶 与防备火灾的职能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他主管人间饮食 专门为天庭督察人间一切事物 还能操控一家人的生死祸福 道教称造军为昆仑老母 或云种火老母 种火老母元君 其实据道经记载 造神因时因帝因直而有别 造王精云 东方清帝造军 南方赤帝造军 西方白帝造军 北方黑帝造军 皇帝造军 五方五帝造军夫人 天除灵造神君 地除神造神君 曾造祖造神君 造公造母神君 造夫造父神君 造子造孙神君 造家姊妹媳妇 眷属神君 造下吹韬神女 运火左右将君 近火神母有火童子 天地交男地长交女 从中童子童男童女 其中 五方五帝造军为专门的造军 五方游易造军为闲散造军 造子造孙神君为家族造军 吹韬神女运火将军 近火神母有火童子 为造之衙门 各司其职 连烟聪也有童子存在 保护正常工作 造神之职 先是主管一家的伙食 后便为操掌一家祸福的保护神 从商周时代流传至今 祭司造神为古代五四之一 其五四及主司出入的门户 主司饮食的炉 造 主司堂室的中溜 因六屋檐之意 主司道路的行等 因此造神亦为私命神之一 造君俗姓张明慧丹 神像多以年轻斯文为容貌 头戴相思帽 身住巢服 手持护板或如意 面貌清秀无虚 神太自然 随是两神 为一捧善罐童子 一捧恶罐童子 随时将一家人的行为 记录保存于罐中 年终时 总计之后 再向玉皇上帝奏饼 据说凡被造君举过者 大过则减受三百天 小过也要折受一百日 因造君之禀报 将作为上天定第二年 每户人家吉凶祸福的依据 事关每户人家今后一年的平安幸福与否 故而家家户户都要送造神 宋神的仪式当然前进无比 以期造君能好话传上天坏话丢一边 多为人间美言几句 每年腊月二十三 人们会用年堂壶封造神的嘴 以免造神暴躁不妥而遭殃 每年八月初三 造君生日之时 奉上面线清茶等 前程祭拜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宋神日 造神会返回天庭树职 向玉帝禀告人间家家户户的善恶 所以每年岁末大家都会祭拜造君 并以高炳填食讨好 祈求造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在天上可以为自家美言几句 招降避祸 造神宝告 至心归命理 未思喉舌 经理刨除 路人间功果之音 一期上奏 替天地生成之化 富佑下民 屈不正之鬼神 扫尘中之慈利 一家吉庆 何宅昌荣 朝夕城匡扶之人 更深查是非之目 雍雍瑞相 赫赫灵奇 大悲大怨 大圣大慈 九天司命太乙元皇 定服奏善天尊 欢迎各位前贤 共襄盛举 一同向造君祝贺 感谢他 让我们的厨房 五股杂粮与调味料都不缺少 台中市南区北极玄园公道观 台中市南区三民路 一段五号之一 卢道长电话 04-226-56-052 中市南区北极玄园公道